我們這個三位被解雇的工會幹部 都跟解雇的原因都跟水果有關 我們可以看到在佳樂福 因為蔬果課的員工要保持品質的新鮮 常常必須要食用檢驗 陳明德吃了一根香蕉 我們學業心吃了一片榴槤 貴的都是希望讓這些水果能夠賣出好價錢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陳明德手上拿的這一串香蕉 我要問一下一根香蕉代多少錢 十塊錢左右 一根香蕉大概十塊錢左右 可能前一陣子香蕉比較貴的時候 也不過十二塊十五塊 可是呢 他就因為一根十多元的香蕉而被解雇了 大家覺得這樣合理嗎 合理 合理 可是我們的資方有沒有這麼離譜 為了一根十二塊的香蕉來解雇他的員工 解雇我們的工會幹部 到底是什麼樣的原因 讓我們的資方這麼在乎一根十二塊香蕉 其實老實說 跟香蕉沒有多大的關係 因為最重要的是 佳樂福公會從成立以來 就不斷在爭取的加班費 所以在各位幹部背後我們把黑幕降下來讓大家看一看 我們請各位幹部站到旁邊 站到兩側 來靠近那個箱子 我們讓大家看一看 大約要加班五十小時 一小時或是一百塊 加成起來之後 我們發現光每個月超時工作的加班費就高達了2.4億元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資方其實是為了保住他的超額利潤 為了禁止公會繼續爭取加班費 才來解雇我們的公會幹部 我們請讓大家看一看 我們的資方就是這位霸商的總經理 霸商家樂福的總經理其實就是法國人 每三年輪移任這位總經理來到台灣已經兩年多 他的名字叫做康伯德 我跟各位講康伯德其實是一位非常厲害的總經理 因為他的上一戰其實是在中國加勒福 剛好是2008年的時候 當時北京正在辦奧運 我們看到法國政府因為支持藏獨的關係 全中國的加勒福都被砸爹 可是這位康伯德坐懷不亂居然還有辦法繼續參加北京奧運 當北京奧運的火炬手 所以可以看到康伯德政商關係其實非常良好 不管在台灣還是在中國大陸 來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資方就是拿著這塊大刀 上面寫著一根香蕉一片榴槤四顆奇異果 砍架了我們公會幹部的工作權 好 第二個公會幹部 還沒砍到你 還沒砍到你 所以大刀一砍之後呢 重點不只是要解雇公會幹部 更重要的是要摧毀公會想要爭取加班費的力量 我們請資方把加班費全部都拆掉 我們可以看到加勒普其實就是為了捍衛自己2.4億的加班費的超額利潤 解雇了三名公會幹部 我們更害怕其實解雇公會幹部的背後重點是為了要瓦解所有的工會 瓦解我們的工會 讓我們的會員有如寒蟬效應般的想要退出工會 讓每員工不敢再爭取自己 應該有的加班費的權利 我們一起再喊一個口號 讓我們的心聲喊出來 無良外傷 背心瘟疫 黑心賣場 打壓工會 血汗企業 破血壓榨 打壓工會 無法無天 非法解僱 還我工作權 無良外傷 背心瘟疫 裡面都換藝心鼓了 好來 手工玩子 拚一下 我們每天都去去顧這個拚 拚到去就知道了 來 去 你看 我好久 對 太好了 好來 去 你待會兒要去 你待會兒要去年輕 你看 都沒有這種年輕 如果每天我去顧 我給你生多少錢 給你拚 我給你 躺多少錢 給你收多少錢 好 七十幾個水果 這樣 來來來 你們這幫手奧玩的支持 我們接下來帶大家去看看 劇名的證控 給你自己找到的 來 給你來 趕快